Hello 大家好 今天測試什麼呢 就是這兩支鏡頭 分別是一支 Leica 28mm 2.8 第四代 以及一支 經常玩的 自己用來玩的 就是一支Nikon 28mm 2.8 設鏡 為何用這兩支鏡頭來玩呢 Nikon 這支Z鏡 在Z系列裏面 28mm 2.8 只有一支SE版本 以及一支普通版本 而Leica 28mm 2.8 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這一支是ASPH 第一代的ASPH 之前的一代 都是GPA 分別說一下這兩支鏡頭簡單的資料 這一支Leica 28mm 2.8 是1992年至2005年期間生產的 260g 重量 而Filter Size 就是 E46 最近對焦的距離是0.7 細小支 Leica M鏡頭也是標榜這件事 細小支 而這支Nikon的Z鏡頭 還輕的 160g而已 52mm Filter 最近對焦距離是0.19 最近對焦距離 這些自動對焦鏡頭 是無敵的 真的無法說 對得非常之近 前面這個Hood 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其實前面這個金屬Hood 是我之前那些 AI鏡頭裏面 就剩下的 剛剛52mm 加上去 非常之靚仔 說了基本資料之後 我們就去測試一下 兩支鏡頭和比較一下兩支鏡頭 這次的比較 純粹 八卦地去試一下兩支鏡頭 那個分別是怎樣的 又不要說一些不公平的比較 說這些Lica鏡頭已經 年份久遠了 30多年前了 而這支Z鏡頭 就是現在最先進科技製造出來的 其實不用測試 都知道這些Nikon的Z鏡頭 Shopless 都會高很多的 好了 不如我們看一看上 實際情況的測試是怎樣的 好了 今次的測試 就分開了幾部份 第一就是試試拍攝食物 第二就是 看看它的低光位 和散景的表現 第三就是色彩還原度 第四就是 在不同的光圈之下 兩支鏡頭的表現和比較會是怎樣的 今次就是用了一部ZF 去做測試的相機 這部ZF就可以 換回Adapter DM鏡頭就可以用回 而ZF當然 理想當然可以用28-2.8 這支鏡頭去做 好了 現在就先看看相片 第一就是拍攝食物 拍攝食物當然找回更漂亮的餐廳 顏色一點的東西 給大家看看 這張相片就是 第一就是 就是一支拉卡拍攝的 0.7對焦距離 非常之軟 整桌食物都拍攝到了 這個已經是最近的對焦距離 所以拍攝食物那裏 那支拉卡鏡 是會比較舒適一點的 這個0.7mm的對焦距離 但是我當日就用了一個 實力環 將它的焦距拉近一點 做一個可以做微距的功能 來解決到 這個近距離 只有0.7mm的問題 可以拍攝食物非常之近 那我就用了這件東西了 這些轉折環 都是幾百元一個 這一張就是一張 用了轉折環去拍攝的相片 其實都非常之靚 OK 這一支是拉卡的2.8影的 非常之靚 這一張也是 用了一支拉卡的282.8影 加一個轉折環去拍攝 色彩還原也很靚 菜的細緻度也有在 這張相片都是全開光圈2.8影的 好 我就拍了兩張相片 就可以做一下比較了 好 先做一個比較 對 OK 好 這一張snet 在我左手 在大家的左手邊一張 就是一張拉卡拍攝的 右手邊這一張就是 是一支Z28去拍攝的 那我看看分別是怎樣 都是全開光圈的了 2.8的了 嗯 讓我看看 暗角位其實這支拉卡會比較厲害的 這件事就 無可避免的了 因為始終都是一些舊鏡 我覺得暗角位是 是 是強烈一點的 大家分別看一下先 感覺是 這支拉卡的 全開光圈的 當然啦 你看看右手邊的一張 那支Z28拍攝的時候 那支拉卡是高於這支拉卡的 不過這支拉卡也不弱 OK 好 我們繼續去看 看看那支散景先 那支散景的那支拉卡是真是 一粒一粒 好漂亮一點 都是舊舊的散景來的 但是這支Z28也不弱 好 看到 其實分別都有的 你都要放大來看散景的分別 對啦 這些一粒白色的都是鹽來的 我反而覺得 這支Likon的散景都會大一點 但是呢 整體看回那個色彩還原到 其實大家兩支鏡都非常之靚 我覺得 還有那個立體感 都不相伯仲 麵包那個質感 那支Likon是真的硬一點 硬身一點 而支拉卡的過度是靚一點 即是比較順滑一點 你會看下去 那支Likon是真是 比較sharp一點 還有拍一些東西出來的反差度 是真是高一點的 因為它那個暗位和光位 你會見到的反差度是高一點的 對啦 那所有東西都 都接近啦 這些東西 這個紅菜頭來的 對啦 那個層次 其實兩支都拍到 沒問題 OK 好 那分別就在這裡了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那個分別了 那你說兩支的 氣氛 那種感覺 是怎樣呢 那支Likon就暗一點了 那個角位 對啦 那個主體會突出少少 那支 那支Likon都不差的 那麼 色彩環圓 所有東西都正正常常的 對啦 左手邊這個呢 是支拉卡應的 右手邊那個呢 是支Likon應的 你會見到支Likon呢 是 那個 暗位呢 反而真是 支拉卡看得多一點 支Likon就比較 這個暗位的層次 就真是少了一點 對了 那麼 整體顏色 看看背景先 散景其實大家都差不多啦 對啦 我就反而覺得那個 支Likon的散景呢 其實都挺漂亮的 都不是說很差的 支Likon的散景都 再看看這些 波波位 反而支Likon的散景 比較圓 支Likon 少少起角 整體的顏色呢 我反而覺得 支Likon是 青了一點 支Likon是紅一點的 這件事真的不能 好說的 因為 GZ鏡 一定是有 修正的 因為同步 ZF是有溝通的 一定是有些修正的 支Likon 你看看地的灰色 都是青一點的 那支Likon 是正常一點的 那個 那個 white balance 是正常一點的 看看邊位先 邊位 喔 那支Likon 會是 薄一點的 好 大家看看 那個 黑色的感覺 這支Likon的反差 是真的高一點的 而這支Likon的過度 都是 好一點 好 分別 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 它那個 零的距離 真的要用 Adapter 才可以補償 這個缺點 大家拍食物的時候 都可以 如果你用 Likon的舊鏡 不是新的那些 現在新的那些有0.4 對焦 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說用舊鏡 想去拍食物 想去 拍手機 加上Adapter 就完全解決到這個問題 好 我們可以去 其他地方 可以 看看第2件事的比較 好 第2個比較 就是 看看低光位 和那個散景 究竟那個表現如何 一支Likon 和一支Likon的比較 散景低光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比較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們看看 左手邊這一支 就是 Likon的28 而右手邊 就是Likon 好 看看 散景 這個 真是一些 舊鏡的散景 多些 新鏡的散景 其實 不是說 相差得很遠 但是新鏡 真的要放大得好 看看這堆 OK 一個黃色的位置 這些舊鏡的散景 會多些 新鏡其實 控制得散景 真的圓一些 這些位置 雙鏡的散景 看下這個黃色的位置 其實不是說相差得 很遠 真是 這堆 其實做得都不錯 真是有那句說那句 這堆 玻璃的質感 我們可以看看 玻璃的質感 看看 會不會 那個分別 非常之大 對 玻璃的質感 讓我看看 透光率 其實大家都是 差不多 透光率 真是 高等通透度 是 差不多 對 好 這些 過度位 其實 G-Likon也看到 G-Likon也看到 過度位 兩支都 非常之接近 非常之接近 對 在夜了 即是在暗位裏面 也是非常之接近 好 看看這張照片 整體來說 看看 整體來說 其實 表現 又不是說 相差得太遠 對 整體來說 表現不是說 相差得太遠 好 再看看 在文武廟裏面拍的照 好 左手邊一張是Lika來的 右手邊這一張 就是一張 Nikon拍的 OK 這些 真是 真是 考功夫啊 這些 這些位 那個燈籠的 那個感覺呢 這些很清晰 看到 Nikon真的很清晰 這樣看見到的 非常之清晰地看見到的 反而之Lika我覺得 那個過度 其實都挺漂亮的 由Sharp位 去到 Burl的位 這個過度 過度真是不錯的 而這支 Nikon的 反差度 事實上是真是高一點的 沒辦法 因為始終都是新鏡 新鏡的反差就一定會高一點的了 我們看看散景 散景不是說相差得太遠 但始終都是一支 Nikon比較圓一點 Nikon就有些橢圓形 這些都是一些 舊鏡的感覺 反而Nikon這個散景 這個細位又挺漂亮的 挺有趣的 這個細位 究竟看不看得到呢 這支Nikon的暗位 這裏真是會見到的 細緻位 是比較出一點的 這裏真是暗一點 在暗位裏面 細緻度是沒有那麼高的 我們經常都說 Nikon的玻璃鏡 在極端的環境裏面 會發揮得比較好一點 這裏真是看到這件事 在左手邊這支Nikon Nikon就會看到 暗位裏面 有些細節在 而Nikon就在暗位裏面 是看到那個影像 但是 細節就沒有那支Nikon那麼高 OK 這些就是一些 很細微的比較 就可以看到出來的 你會見到 Nikon這些香 應該是那些塔香 你會見到一層一層都看到 Nikon都看到 但是細緻度沒有那麼高的 對 但是 2000多元的一支鏡 也挺厲害的 我覺得這支Nikon不錯 所以一去到這些細緻位 就真的 那些玻環鏡是會出來的 好 再看看這張 左手邊這一張是一張 Nikon的2.8 Nikon 28mm 2.8 4代 這支是Nikon來的 右手邊這個是Nikon來的 對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Nikon真的是Sharp 所有的東西 Sharpless是 Nikon真的是 沒得說的 那這些新鏡的Sharpless 一定是會高一點的 你會見到這些暗位 去到光位 G-like的過度 是順滑很多的 還有 都會見到 那些字都是清清楚楚的 而G-like Nikon是沒有那麼順滑的 你會見到 那個光位去暗位的感覺 光位是會比較暗了一點 所以去到這些層次分明的 的地方 就會見到那種感覺出來了 即是那種不同的感覺 就是出來了 真的逐樣逐樣去看 你才會看到那種比較 不過這樣 老實說 一支兩千多元的鏡 都看到那麼多東西 我覺得真是非常滿意的 OK 好 在低缸那裏 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不同的分別 整體來說 G-like的 在低缸裏面的表現 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 Nikon在低缸裏面的細節位 是真是 贏了G-like的 說真的一支真是相差10倍的鏡頭 這個表現都不差 Nikon我們經常都說的 你買Nikon的時候 都會跟客人說回的 一去到一些極端環境 和一些低缸位的時候 那種層次感 和那種 細位 你會看到那種細節 就會發揮得好 這一樣東西在這裏 都是證實到的 好 我們再看看其他 就看看 色彩 色彩還原是怎樣 好 看看色彩 這兩張相片 是5.6光圈拍的 兩張相片都是的 調回去 5.6光圈 剛剛在中環那裏有個嘉年華合會 外面都有一些 蠻色彩的東西 我就 Capture 了 剛剛好 可以做一個 色彩的對比 好 左手邊這一張 就是一張Lyka 右手邊這一張 就是一張 Nikon去拍的 很明顯 看到一張 Lyka拍的相片 會偏了 偏了一些青青綠綠的感覺 而Nikon 會比較紅 綠色都很明顯 你看到地 都是青了的 但是 這些青了又或者紅了的 少少的 在後期那裏都可以做到出來的 你會見到 現在的 鏡子 新鏡的色彩 是會比較 濃一點的 這一方面 我都 都幾明顯可以見到 還有反差度 是會高一點的 都會見到 這兩張相片都是沒有撿過的 在鏡子裏 轉回JPEG直出 另外看看另外的相片 OK 這兩張 左手邊那張是一張Lyka 右手邊是Nikon 色彩方面 我覺得Nikon 因為真的會比較紅了 是會吸精一點 吸引一點 而這支Lyka的色彩 是真的 比較青了一點 都是看回相片 都是有句話說句 而紅色的表現 都相差得挺遠的 一個就 先紅一點 一個就 早紅一點 可以這樣說 是 色彩方面 我覺得 兩支鏡 各有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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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說色彩會不會 影響到很大呢 其實我 都是拍攝RAW多的 拍攝色彩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都會主觀的 我可以 在後期那裏 調校 我喜歡的色彩 這件事 每支鏡都有不同的 沒有說有什麼高低 去比較 即是沒有說有什麼高低 去分辨 好 現在就去看 不同光圈 大家的表現 會是怎樣 由2.8 收到16 因為 G-Lecon 去最小光圈 只有16 尼茲拉卡 是22 去到22 都沒什麼比較了 不如 最小光圈去到16 就可以了 這樣 好 我們就看看 比較是怎樣 由2.8開始 好嗎 對 左手邊的一張 就是一張 Leica 右手邊 就是一支 Nikon Z28 對 都說了 好 看看 銳利度 2.8 其實兩支 2.8開到盡 那個銳利度 都非常之高 都不錯 兩支都 不要說 Leica 都什麼 都 舊鏡的銳利度 都非常之好 好 看看其他的位置 後面那裏 這支 新項鏡 就真的比較銳利 到邊位 接近邊位 對 很明顯 這支 Nikon 真的銳利度 很多 Leica 邊位 就開始散了 去到2.8 尤其是 各位 已經開始 撥了 這支 Nikon 也會見到 AIA 這幾個字 都會見到 有些加聯華會 都會見到 這支 Nikon 在各位 已經開始 撥了 去到中間位 中間位 其實兩支差不多 那個Sharpless 一去到哪位 就 Nikon 已經 蒙了 是的 你會見到 這些都是蒙了 而 依然 有那個Sharpless 在那裏 這件事 也不是說 很差異 因為 以前的玻璃鏡 邊位 亦不是說 做得非常之 好 因為現在 Nikon的Z鏡 法蘭軒這麼大 其實它很有利於 YN的鏡頭 做得 邊位非常之美 就算 它自己 Nikon上一代的 F-mark 邊位 都是不及 現在的Z鏡那麼厲害 這件事 沒有 舊鏡真的會輸 不是說 Nikon Nikon自己也是輸 這些邊位都是 好 看回第2張 第2張 就是 光圈收到4 光圈收到4的時候 整體的結實感 又真是高了 反差兩支鏡 都會高了 兩支鏡 我都覺得 銳利度 都是高了 無論一支左手邊的 拉架 和一支 Nikon 都是高了 銳利度 好 我們又看看邊位 先放大它 那支 Nikon 就開始 有改善 在這個邊位裏面 但是那個改善 亦都不及 不及 Nikon的 Sharpless 那麼高 剛才 看到 這個位置 都是 撥得很緊要 現在 Nikon收到 光圈4的時候 開始呈現出來 是的 這個呈現出來 都幾明顯 但始終 不及 Nikon的邊位 弱力度那麼高 是的 好 好 那又 看看啦 然後呢 8光圈 我們又看 好 收到8光圈的時候 銳利度依然可以保持 兩支鏡 真是 嘩 邊位 真是 Sharp到很緊要 Nikon 而這支 Nikon的邊位 跟4啊8啊 都是差不多 OK 但是 改善程度 都 有在 這裏 修細光圈 對於 Nikon 都可以說 各位都可以做到 有銳利的感覺 但是 相比來說 就真的沒有 Nikon的 銳利度那麼高 邊位 會有改善 但是 銳利度真的不會有 Nikon那麼高 好 通常我們拍風景都是 8啊 11啊 去拍 看11光圈 真是 好啦 看完11光圈的比較 好 11光圈的比較呢 這 Nikon 真是 出來了 很多東西都 銳利度 沒得好說 11光圈的時候 這支 Nikon 11光圈 又做得幾好啊 不是說 全部都 都 看不到啊 那個 暗位 那些 人的樣子 都會看到啊 在這些 邊位裏面 都會看到 看出來啊 所以 Nikon 剛才都說了 收細光圈呢 對於 邊位的改善 非常之大 好了 到最後 到16光圈 16光圈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呢 OK 我覺得這支 Nikon 到16光圈 有少少下跌 我覺得 可能在收細的時候 有 妖射問題 對啦 有少少下跌 沒有 剛才11光圈那麼Sharp 整體來說 Sharp 都 真是 Nikon 贏了 對啦 OK 好 那一些 不同環境裏面 就試試這兩支鏡 大家 都在螢幕上 都看到這兩支鏡的分別 各有各好 你說 追求Sharp 追求整體的 相片的 質素呢 Nikon 真的 做得非常之好的 兩千多元的 鏡頭 已經我覺得是 非常之美的 做得 但是這一支 去旅行 非常之輕便 和對焦速度 都非常之快的 鏡頭 Nikon 都非常之好 為什麼還選擇 買Nikon 其實 用Nikon 有一種感覺 就是 好像買 古董跑車 那樣 古董跑車 都七爐八爽 或者怎樣 但是駕駛上來 那種情懷 那種感覺 新車又避不到 新車什麼都好 你說買 電的新車 各種性能 加速 加速 所有的東西 都會好 那些古董車 為什麼我們 那麼多人喜歡 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 它的情懷 造工 玻璃鏡片 通透度 剛才也看到 在低崗位 的確是贏了 Nikon 這件事 我覺得 真是 新鏡 給不到那種感覺 而且新鏡 也 也 取替不到 拿著 Nikon 那種感覺 各有各好 大家都看過這兩支鏡的比較 這次的比較 純粹 八卦 想看看這兩支鏡 究竟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如果大家看完這兩支鏡 有什麼 感想 又或者有什麼問題 想問回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 或者 你想一些 Nikon的鏡 Canon 富士 Sony 去跟Nikon比較 你都可以告訴我 我會做一些 類似的比較 簡單簡單 給大家看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什麼問題 剛才也說了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拜拜 好